《烏克蘭》 《烏克蘭》 歡迎來到《風雲》節目 今天和大家談一下 俄軍正在此全面進攻 烏克蘭被迫轉入防守 今年烏軍是否還有能力奪回主攻權 這場消耗戰還持續多久 人民幣匯率一直在低位徘徊 有一種觀點認為 理論上現在美元對人民幣匯率 應該是1比20 《烏克蘭》 俄烏戰爭進入第三年 雙方在戰後戰中都損失巨大 俄軍正在此全面進攻 烏克蘭面臨前線戰事疲累不堪 兵源、武器短缺等困境 失去了戰場的主動權 烏克蘭不斷向北約和美國表示 前線缺乏彈藥急碎西方的進一步援助 其實烏克蘭缺的不僅僅是彈藥 還有兵源 烏克蘭戰前人口約4,400萬 戰後有幾百萬人逃離 目前人口約3,700萬 俄羅斯人口約1.44億 莫斯科徵兵之後 雖然有100萬人逃離 但可動員的兵力 仍然是烏克蘭的3倍以上 2月25日 帖連斯基在幾乎參加烏克蘭2024會議 帖連斯基表示 在烏克蘭抗擊俄羅斯侵略的2年中 一共有3萬1千名烏克蘭軍人陣亡 這是一年多來烏克蘭官方首次披露烏軍陣亡人數 不過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美國估計烏軍的陣亡人數應該在7萬左右 西方軍事專家普遍認為 俄羅斯在過去2年中 死亡的官兵人數超過30萬 正常人很難想像 俄軍在戰爭中 慶時生命的程度 上年11月23日 《基乎郵報》有一篇報導 題目叫做 俄羅斯比阿夫迪夫卡發動的第三輪進攻 就像一部疆斯電影一樣 一名烏軍戰士告訴法新社 俄軍的一批人剛剛被打死 另一批人又撲上來 就好像在一部疆斯電影做的那樣 田野到處都是俄軍的屍體 在當日的進攻 俄羅斯損失了8架坦克 傷亡高達700多人 阿夫迪夫卡曾經是烏軍嚴密報防的重要據點 俄軍是由上年10月份開始進攻 攻勢持續了整個冬季 直到上星期 烏克蘭前線部隊為了避免被包圍 主動後撤建立新防線 不過俄羅斯最初進攻阿夫迪夫卡那陣 撞了牆 裝甲部隊遭遇烏克蘭大量地雷陣 在初次進攻中 俄羅斯至少損失了70架戰鬥車 18門火炮備位 而在空中還有一架 蘇25戰鬥機被烏克蘭擊落 真正令局勢惡化 是在今年1月份 俄羅斯出其不移 突破了阿夫迪夫卡南部的烏克蘭防線 在幾天之內 俄軍就向北推進了1.2公里 在經歷了3個月的僵局之後 俄羅斯為什麼這麼快就取得了突破 評論人士周子定表示 俄羅斯使用地下管道到達烏軍後方 出其不意偷襲烏軍 才取得重大突破 他說 在城市下面 到佈滿非常龐大的地下污水處理系統 阿夫迪夫卡已經交戰幾個月的時間 在這裡除了戰鬥人員已經沒有居民居住 所有這些地下管道其實已經廢棄 俄羅斯找到一個熟悉當地地下水管道的居民 通過它找到地下水管道 通向烏克蘭戰線後方的道路 再用了幾個星期時間清理這些地下水 俄羅斯清除了排水管裡面的冰水 使用電動工具在排水管道打洞 之後150名俄羅斯特種兵 靜悄悄通過這些地道 由烏克蘭防線的後方出現 出其不意偷襲烏克蘭 和正面戰場的俄羅斯軍隊配合 最終突破了烏克蘭的防線 自此為其長達5個月的阿夫迪夫卡之戰 落下懷幕 周指定認為 俄羅斯能夠攻佔阿夫迪夫卡 有3個原因 第一 烏克蘭有內軌 俄羅斯人成功清理了地下管道系統 特意成功偷襲烏克蘭南部防線 正是由這點開始 烏克蘭的防線逐漸潰敗 第二 烏克蘭彈藥不足 西方援助停滯 缺份武器彈藥 是目前前線烏軍面臨的一個嚴重挑戰 前線的士兵只能裝備突擊步槍 炮兵指揮官為了制約炮彈 只能在發現俄軍高價值目標之後 才下令開火 第三 就是人員數量 在同一個戰場 俄軍的人數通常是烏克蘭的5倍 甚至有時高達7倍 在這樣的情況下 烏軍自己打藥缺乏 而且敵人人數更多 這場戰爭的艱難程度也可想而知 目前烏克蘭在戰場的失利原因 國際輿論幾乎一面倒指向美國 認為以共和黨為主導的美國眾議員 未能通過一項對烏克蘭的600億美元的援助法案 評論人士沈舟讚文表示 目前烏克蘭軍隊彈藥短缺 與此法案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美國國會即使迅速批准數百億的援助法案 短期內也無法轉變成大量彈藥 這不僅是資金問題 更是產能問題 文章說 目前俄軍火炮每天發射炮彈約1.5萬支 烏克蘭軍隊的火炮每天發射5千至8千支 即使按照每天5千的最低數字 每個月至少需要15萬支 現在北約和美國的彈藥庫存已經不多 美國每個月的炮彈產量 上年10月達到2.8萬支 計劃到今年10月達到每個月6萬支 烏克蘭曼還未夠烏軍所需的15萬支的一半 而且美軍不僅要填充自己的庫存 還要援助以色列 前總統川普說出了實情 大部分北約成員國軍費長期沒有達到 他們本國GDP的2% 武器庫存和軍工企業多年欠數 現在矛盾顯露出來 普京2月20日宣示 俄軍公佔阿夫迪夫卡之後 將進一步深入烏克蘭以鞏固戰果 這樣一來烏克蘭只能轉入全面防禦作戰 似乎再次陷入了衛生存而戰的危機中 荷里活電影的結果 當然是被欺凌的弱者勝出 最終將侵略者趕出家園 這樣的結果都沒有出現在現實世界中 至少現在還未出現 但是 美國共和黨推遲援助烏克蘭的做法 好像都不是件壞事 反而激發了歐洲的危機意識 歐盟變得團結一致 北約的許多國家開始擔當 2月26日 二十幾個歐盟國家元首、政府首腦 和其他高級官員在巴黎開會 展示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高度團結一致 應得法三國 都分別與烏克蘭簽署了 一行為期十年的雙邊安全協議 承諾向烏克蘭提供長期的援助 評論人士傑森表示 過去幾十年 好多北約國家 包括德國 這樣的多年保持財政盈餘的國家 都習慣了躺在美國身上 等美國保護 他們連承諾國民生產總值 百分之二的軍事投入都不願意兌現 現在俄羅斯露出了 他的貪婪、侵略本性 好多北約國家 包括德國 這樣才開始快速增加他們的軍事投入 此次在美國對烏克蘭的600億美元援助難產之後 歐盟出現了小見的團結 他們在二月份 批准了一行為期四年 總額達到500億歐元對烏克蘭的新支持計劃 努力填補了美國援助失缺 造成的烏克蘭的資金空白 同時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大國 還與烏克蘭簽署了價值超過每年100億歐元的安全保證 意大利、丹麥等歐洲國家也在與烏克蘭商討更多援助協議 因此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美國共和黨推遲援助烏克蘭的做法 反而令到歐洲和北約的很多國家 沒有辦法不放棄幻想和依賴心 將他們的責任心和危機感激發出來 沈州表示烏克蘭面臨困境 莫斯科認為機會來了 現在不可能撤兵 幾乎得到西方的援助承諾 仍不想各樣領土求和 雙方都準備再戰至少一年或兩年 當然變數又再 莫斯科和幾乎任何一方都可能出現政權跟諜 哈利姆林宮一旦換人 可能選擇撤兵 烏克蘭總統若然換人 感到獲勝無望之際 也不排除接受現狀 川普若然回歸白宮 要等到明年 在那個之前 美國和北約通過援助烏克蘭削渦俄羅斯的策略 不會改變 人民幣一直在貶值 全球市場正在為人民幣繼續貶值的風險做準備 中共當局為阻止人民幣繼續下滑 中共國有銀行正在著手拋售美元 專家認為 今年人民幣可能會下跌更多 若是在市場經濟的模式下 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可以達到1比20 上年8月 在岸 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盤中雙雙跌至7.3以下 近3個月以來 人民幣匯率一直在低點徘徊 為了躲避風險 海外投資者他們正在採用 其權這一當前性價比最高的工具 容易對沖人民幣超預期貶值所帶來的風險 聚著美國1月份高於預期的消費者價格之所出爐 美聯儲2024年上半年降息的希望變得渺茫 同時加大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台灣宏觀經濟學家吳嘉隆在《精英論壇》表示 由2022年以來 人民幣一直都在承受貶值壓力 有一種觀點認為 理論上現在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應該超過1比20 不過它表示這個結果只能作為一種參考觀點 1比20的匯率是用購買力評價匯率利率計算出來的 也就是廣義貨幣供應量M2和GDP的比值 可以得出1美元可以兌換多少人民幣 這個比值的意思是 我生產一個單位的GDP 利用多少價格來交易 吳嘉隆說 如果GDP有水份的話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中共官方這邊的水份特別多 所以從理論上看 人民幣匯率應該貶值得更多 媒體人國軍表示 經濟行確實是有一個判斷貨幣匯率的公式 主要是用貨幣發行量 國家公債 規模進出口總量這些數據利行量 如果按照這些數據利行量 美元兌人民幣確實應該是1比20左右 不過這個公式是一個理想狀態 它有一些假定的前提條件 最主要的條件是貨幣完全自由化 政府完全不干預 資金可以自由流動 不理是經常項目 或者是資本項目的資金 都可以自由流動 不過其實大部分國家 都不符合完全的這個理想狀態 完全符合這個條件的國家不多 就中國來說 基本上是屬於政府控制程度很大的國家 政府控制得越多 這個公式可能就越不適用 好 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還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